人人~~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了好不好 那昨天基本上我們12月22號開始 有我們的這個半週年的一個 不是一週年的這個就是活動的東西 倒有記熟 看一下今天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那這邊的話呢 有一些人跟哲平分享一下 這一次一週年可能會更新的東西 應該有可能跟小黑有關好不好 所以應該有可能是什麼 小黑的流派之類的吧 那那個時候基本上因為流派等於也是一個新角色 所以應該也是要用抽的 所以到時候就看一下小黑的話 不知道欸 藍角的話哲平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但是也是可以來試個手機看一下能不能抽幾隻回家玩 這樣感覺囉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玩一下我們的PVP 那目前來說因為那個 大家都有一些就是不錯的資訊啦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等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主要來說還是等真正的一週年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就是究竟我們這一次忍者 必須只會跟一些哪一些東西 我是希望有新的故事章節啦 然後新的故事章節以外的話 希望更好的話就是有一個新的妹子忍者 啊如果沒有妹子忍者的話 其實有一些 新的角色玩也不錯喔 那後來來說看到大家留言 比較多的機率可能是我們的就是那個 小黑的那個 小黑的那個就是流派吧 因為其實流派的話也講了蠻久的 一直都還沒有開 所以應該我覺得有可能也是有可能會開流派這種東西喔 那到時候的話可以再來體驗一下 因為哲平自己上也是沒有玩過這種什麼流派什麼東西的 然後就看一下究竟能不能 蹦出什麼新花樣 然後讓哲平這種守殘檔能夠就是 直接有沒有一箭一箭過關或什麼之類的 如果有這種東西的話我應該會蠻開心的有沒有 就是哇感受到花錢的威力這樣子有沒有 花錢然後站著直接不會被打死 但基本上如果不會被打死的話這款遊戲的話就是會少很多一些有趣的地方啦 因為這款遊戲主要來說還是主打一個就是那個 練圖啊跑圖啊拿頭像啊然後拿家具啊 然後再來就是跟別人比拚啊然後打Boss啊 然後一些闖關活動之類的喔 其實我覺得真的必須只要玩這些東西就已經還蠻夠大家玩的喔 好今天來打一下我們的PVP啦沒有問題 這場的話是暗自慾的精銳然後混亂效果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先用我們的這個小驕 先跑一跑跑一跑之後再用我們靈來跑這樣子喔 反正沒有即死或是不能接力的話 都還是可以用我們這個方法來打 好這邊的話呢沒問題 你就是用這樣的隊伍先來了 那這場的隊友的話是 三隻雨傘標吸歐氣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的好陣 然後再加上我們自己 那對面的話是幹什麼活跟年舊久跟無盡好不好 好這幾隻 那目前來說大家會看到就是如果我們這邊 選擇完成就是準備按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藍框這邊的話我們的1 就是三隻雨傘標跟我們自己啊 都是已經按準備了 所以我們這邊會亮藍光 那紅框的話這邊的話無盡會亮紅光 就代表他們已經準備好 那全部人都準備好之後的話決策時間就會剩下5秒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有時候就是對面或是自己人在拖時間啦好不好 他們可能要做一些調度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以我目前來說這個排位賽啊 應該也是不太需要做什麼調度啊 大家就是 趕快先爬上去比較重要 哈哈哈 不知道啦其實調度那些是很重要的啦 只是我自己都隨便亂打啊 我就是一個靠隊友吃飯的人 來小椒 精銳的這個關卡來先跑一下啊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是夜叉五的話有點像是我們那個什麼 應該像是我們那個什麼哎 應該像是我們那個哎12121 像是我們的那個 等一下 1212 1 等一下我忘記我剛剛要講什麼哈哈哈 啊完了 像是我們的那個 完了我剛剛講什麼 哦 像是我們那個啦 那個 村正啦好不好 村正的那種打打擊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被換的位置哦 但沒有關係我們就 先累積一下最後再噁心大家這樣子哦 然後來來來我們這邊先來一個 炮架起來 哇這我這邊很虧呢 哇四八全空然後什麼都沒有哎 夭壽 這大招太太太早開啦夭壽 沒事沒事沒事 他爛掉了他爛掉了 但對面比較快啊因為我們這邊大招太早開啦 跟個巴西一樣啊死定啦 哈哈哈 夭壽死定 沒了沒了 啊我沒有吃到那個飛鏢 不然他就被我們殺掉了 好掛掉掛掉 真的太87了好不好各位 第二隻四神啊 四神的話應該也還算是ok 有 cure 好良好 烏布氣死 但是也這樣超級浪費大招的啦白癡哦 每次都這樣哎在滑我以後不滑了啦 這個白是一樣哎夭壽哦 滑太大力了啦哎呦完了 GGGG哎謝謝大家沒了哦沒了 沒了沒了 啊 沒了沒了沒了又輸在我身上了哦 我真的是快要哭死了 到底在干嘛了哈哈哈哈 干嘛 太折了啦 啊 我又輸掉了 呃呃呃 我又輸掉了沒了 呃呃怎麼會這樣 哈哈 哎呦 不是哦那個有沒有大招差很多哦 啊沒事我跟你講 現在都是一輸一贏啦好不好 一輸一贏 哎我們來看一下究竟 你有沒有機會 再搬回一場 我的天 怎麼會這樣子咧 好啦反正最左邊來說跑圖問題一 然後第二就是 我的那個滑步啊 我要小心一點滑了 不然很容易就直接 啊 不然很容易就直接滑到 滑到那個大招去哦 就很麻煩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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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完蛋了 好沒問題哇這場 這場 我們隊友就是一樣的哦 又是一樣了 又是一樣的三隻雨傘鏢 好不好 感覺應該也還算是會跑啦 那這關落火喔 啊落火可以 然後夜叉5 夜叉5起來 然後落火 那這場隊伍除了我們三隻雨傘鏢COC以外呢 還有我們這個人間煉獄修羅道啊 然後對面的話是這個別嗎 還是撇啊 小小葉子跟歐永岩 看起來是妹子軍團喔 看起來是妹子軍團喔 好 我們就看一下喔 好 這場圖的話是炎之菇的精銳 炎之菇的精銳 看一下拜託 讓我再拿一勝 好不好 很久沒贏了 哈哈 希望有機會 來來來來 沒問題 來看一下吼 拜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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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一場輸一場贏 就還可以接受啦 至少 至少沒掉星星 對不對 至少沒掉星星 看看一嘞 看看一嘞喔 來喔來喔 小小葉子的網路齁 看起來有可能會掉線喔 希望喔 哈哈 來來來來來來來 來 落火 炎之菇 我這邊跑很快啊 炎之菇 啊看 完了 喔不過對面 對面死一個好像也還好 欸 我是被他死啦 啊 欸 我有好多 我有好多卷軸喔 完了白癡 算了算了算了 這場穩一點穩一點好了 穩一點不要白 不要吵白癡了 你好想 我居然掉下去了啦 哎呦 產七七 七七殘殘 殘殘希希 好沒問題 然後 蝙蝠智瑪 加油 哦 拜託拜託 他們死一個應該是 贏不了我們啦好不好 那一次 哈哈哈 靠別人網路 網路失敗這樣子 笑死 來高級強化 沒問題 再給你個蝙蝠 這是下坡段嘛對不對 對這是下坡段 可以可以可以 贏一場就好了 不要要求這麼多對不對 各位 看看笑話 啊看看笑話就好了 好 一二下來一二好往上走 如果沒有踩到那個時間應該是沒辦法跳這麼遠哦 我記得沒錯的話啦應該是沒辦法 哎 怎麼有人死了 那我們不能再開玩笑了要加油了 拜託讓我贏一場 哈哈哈哈 讓我贏一場像今天沒有打一打一樣好不好 像今天沒有打一樣 好大人樹皮 兩次大招 要他爽好不好 來 龍龍出擊 瘋狂亂砍亂炮 大招還沒K完直接死翹沒問題 好不好 哈哈哈 這樣可以啦好不好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們12月23號這邊啦 就是我們這個 一周年活動的這邊的這個角色出場了 看起來就是小黑啦 那應該是跟大家講的那個 留言區講的應該是 有一點出路哦 哦就是一模一樣的感覺哦 應該接下來小黑可能是有 有關係的哦 所以 全新章節的話有全新故事 那真的是還蠻讓大家期待的哦 那這一次的話呢 你們還期待什麼東西呢 這一次的話是我們這個 聲勢揭曉 維京化身信念的貓 有沒有 亮哥 小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啊 我們也可以接下來繼續拭目以待了 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的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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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新影片 在營業 吧 и